台北市長瓜文貴 人家在北面 日前發表 新來教育進市成功以及電網的專制 讓教育成為三次的營養 希望後自行市長無論是國際、實驗、既設定教育都要繼續推動 台北市在教育市前前面 大致潛化經營 對學生教育公共化、西洋教育實現化、相機教育生活化、 國際教育在地化頂頂 都典現了台北市教育創新求變以及台灣開放的勇猛 要做到所有的校園全部光鮮網路 每個教室 Free Wi-Fi 還有Internet port 然後那個85吋觸控螢幕 這全部要架起來你知道 庫克雲已經超過一千萬的點閱率 台灣十六個縣市是用我們的系統 更重要是全世界一千零五十四個喬校 是用我們台北市的庫克雲系統 我們那個國際教育 你知道齁 我想不太可能有一個縣市政府願意花一億元 送九九千名學生出國 教育是窮人翻身的最後機會 我在下令的時候 雙語學校智慧教育都是那個不滿的 弱勢學校優先 那我們希望說這個 在這個基礎上面你知道齁 讓台北市的教育可以繼續往前進 台北市推動地匯教育 對萬千袋天果市防雨 Dee hosts未來灸 陸續 muito黑 台北庫克原告行動駱 demo 여� prett一部一部打仗分段落到 是全網路賓款 國會評判 台北市的地区高业做到所有好风都有更长望路 每一个高兴都有免费WiFi 也还有85寸触控荧物以及导物压器 在国际高业的部分 北市府担当开了一页三九千名核心出国 国文天表示 台湾要做国际下期的位 就要推动国际高业 让人走出去之外 经常会是让世界走进来 台北市政府新智青力专案办公室 讨论国际高业 设计真正的下期外交 从今年1月开始 我们就每个月都发表了一本 所谓的白屁书跟政策纲礼 上个礼拜我们还在国语市校 发表了体育政策的政策纲礼 这十本政策纲礼或白屁书 就是下一个阶段要延续治理 很久卓越的一个依据 市长也常提醒我们 做事要有SOP 所以我们特别两本工具书 是我们工程科编的 校园工程的降温与节能 已经校园工程的标准作业流程 这个已经分送到22县市 提供给县市的工程做参考 为了引领台北教育未来发展 以及建设经营 台北市教育教育对过去到现在 总共发表了10岁 教育百岁 以及两本好方工程工股输 工程表示 未来台北市有百分之七才会 学校要改建 中工程会的超过2000亿 所以压令学校改建 没能够自己处理 都要由其夫妇必须 来通知这行 必须要做到国家政策 学校改建也要有一定的标准 台北市要在这个基础店面 让教育王前进 要改变国家 就要改变教育 会提升让教育 加着台北的烟药 去这里面接台北 彩虹伯德